这个课程他修课的三个建议 保持一个愿意去思考的头脑 找一个跟你一样愿意思考 还有讨论的伙伴 请你按下Pose键 思考三分钟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开始要上的是 第七单元的哲学看意经 在开始修课之前我想要跟各位很简单的说明 这个课程他修课的三个建议 首先呢 对我来说你在修习《易经》这门课 尤其是我们从哲学来看《易经》的时候 你一定要能够保持一个愿意去思考的头脑 因为既然我们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读《易经》的话 那就表示 这些问题他可能不是那么清楚的 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或者是他不是只是要你背诵 只是要你记 你必须去想一下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好 当你愿意保持一个思考的头脑的时候呢 我第二个建议是 找一个跟你一样愿意思考 还有讨论的伙伴 因为既然我们是哲学的看《易经》 那就表示它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过程 因此呢在整个待会修课的过程当中 我会需要你们跟同学讨论 因此呢第三个建议就是 当我的问题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当我讲到某一段的时候 我有可能会说 现在请你按下Pause键 思考三分钟 好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需要你跟你的伙伴一起去讨论问题 然后去思考问题的 好 以上这就是 我觉得在修这门课的时候 我给各位很简单的三个建议 好 我相信同学们在经过以上六周的学习的时候 你们应该对《易经》的《易理》 也就是它的概念跟原则 还有《像素》这个部分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我想在这门课里面呢 我想要把关于《像素》的部分交给其他老师 对我来说我想要跟你们一起去讨论《易经》的《易理》这个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说 在研究《易经》或是你在学习 你自己在读《易经》的时候呢 当然没有《像素》会很无聊 就是你学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很枯燥 就是为什么都在讲一堆道理 这道理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 它到底能够应用在哪些地方 因此它会有《像素》的部分 那它主要就是用在占谱 但是呢 你光会占谱也不行 因为你必须知道它整个背后的逻辑 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为什么那个道理确实是如此 否则你在《像素》的 你在占谱的时候很可能你整个 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说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样其实是很空洞的 因此我有一句话给各位就是说 没有《像素》的《易理》是枯燥的 没有《易理》的《像素》呢 它是空洞的 因此呢我们在学《易经》的时候 一定要两个一起学 就是《易理》跟《像素》都要能够去把握到 好那接下来我跟各位说什么叫做 哲学的《看易经》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哲学的《看易经》 所谓的哲学的《看易经》呢 它意思是说我们要能够去把握《易经》这部书 或者《易经》它所说的那些核心的概念 还有原则的意义 以及《易经》它背后的整个思考逻辑 所谓的思考逻辑就是说 这个概念跟概念之间的意义 还有概念之间的关系 这非常重要 如果能够把握这些道理的话呢 基本上呢 你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易经》的世界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哲学的《看易经》 也就是这门课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什么要哲学的《看易经》 因为基本上 所谓的为什么要哲学的《看易经》 在于说我们要能够去把握到《易经》 这部书它背后的思考逻辑 还有刚才我说的它的概念跟概念之间的意义 还有概念跟概念之间的关系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套背后的逻辑的话 它基本上有助于我们 就是有助于同学们 或是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了解《易经》里面挂词在说什么 《看易经》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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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它们各自之间代表的意义 所以把握这一套背后的逻辑 它有助于我们自学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我相信如果你看过那个 有一部电影叫做《星际效应》 叫做《Interstellar》这部电影的话 我看了两次才懂 因为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这部电影它 整个电影它背后的核心的观点 它在讨论爱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它的核心信念是爱 它说爱是一种力量 它让很多的事情都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握到 爱这个概念在这部电影里面的 它背后的意涵的话 那你大概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星际效应》 它这部片子它会这样子拍 那我们回到《易经》来说好了 同样的例子 因为《易经》它是一部占谱的书 所以呢 在了解《易经》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 什么是占谱 我们为什么要占谱 因为占谱 基本上它就是在问一件 我们其实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想要预先的知道 我接下来可能要做的事情 它在未来的一个动向 也就是它可能的发展 还有它可能的结果是什么 好 所以呢 我们如果能够把握到 《易经》它背后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就是在讨论开始发展到结果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那个卦谣词或者是 整个《六谣》它会这样的变化 它其实都在讲一个 生成忠实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能够把生成忠实的这个想法 带进到《易经》这部书来读的话 相信是有助于我们理解的 那再来就是 在占谱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也就是不移不补 如果你 你很坚定了 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很坚定了 就是你经过了缜密的思考评量之后 你其实很确定要做的话 在心有定见的情况之下 你就不需要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 我们其实补占补就是想要知道 它的情况会怎么样 因为那是我没办法掌控 或是我不知道的 但如果你已经心意已决 你其实不需要补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同时出现的几个对象 你想要追求 这个时候其实你不确定 你到底要追求哪个对象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补 因为它有助于 可能有助于帮助我们评估 到底追求哪个对象 比较容易成功 或者是我们在未来可能会有幸福的日子 但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你即将要进入恋爱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已经确定你对一个人 某个人 你对他的追求的那个想法是非常坚定的 那其实你是不需要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因为挂补出来 你就不追求他吗 如果是不好的你就不追求他 或者是你真的最后不追求他 你不会感到后悔吗 所以如果当你很坚定去想要去追求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其实不需要再去补卦了 因为不管结果如何 相信你都一定能够承担 好因此我最后回到 为什么我们要哲学的看业精 就在于说我们要把握它非常重要的一个 背后的思考逻辑就是 生成发展以及终结 我们等一下就会把这一组概念 或者这个背后的逻辑来带进去看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那些问题 好我们前面说明的部分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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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